预计进行第七轮的中德政府磋商 只有李强还将出席中德经济技术合作论坛 他将这次出访称之为一次传承友 以及深化合作之旅 肖子和七大工业国组织G7领袖 有承诺过 在不与中国全面脱钩的情况之下 降低于中国往来的风险 中国在二零六年成为德国的单一最大贸易伙伴 无论是手机或太阳能板原材料 化学产品或食品 部分产品从中国的进口都占最大宗 而中国对德国汽车和机具的需求 也带动德国的经济发展 在李强到房之前 德国首度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 将中国定位为伙伴竞争者和系统性对手 美约时报指出在美中关心紧张之下 美国希望盟友选边战 一起打压制裁中国 德国如何在其中保持平衡 和中国维持必要的经济联系 成为一大挑战 德国过去高度仰赖俄罗斯廉价天然气 但从乌尔战争爆发之后 引发国内能源危机也让经济衰退 因此也迫使柏林当局重新考虑 曾视为理所当然的经济关系 约着德国需要保护关键技术 鼓励企业远离北京 在亚洲寻求多元化发展 金西文林正王星美报导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静好新闻